2023年楼市肯定是会出现大动作的 这个大动作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几年的房地产发展 我们能看出一些苗头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2023年楼市出现的一些大动作 会不会让房价出现触底反弹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的房价处于一个低位 那么未来会不会涨价呢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 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讲一讲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状况 就是全面的放开 老百姓不敢出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感染以后 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家庭里面有小孩的 还有老人的更是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出门频率减少了 那么终究我们疫情会过去的 我们也会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水平 但是人们考虑到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的收入的各方面都出了问题 还有方面是经过三年的疫情 对吧 我们的收入减少 甚至还有负债 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买房子 我们想到如何降负债 并且在这种全面放开的状态下 那么很多岗位是不需要人的 或者说用工比较紧张 那我们的收入怎么办 这都是我们当下所考虑的问题 再加上近几年房地产市场高位稳定 有一些家庭就是说我们想买房子 可是到底买不买很纠结 这个状况就体现在2022年 2022年我们看到楼市全面的放开 仍然还是有很多人不敢买房子 我们过去所谓的金三银四 金九银十都没有到来 甚至到现在出现的什么年底返乡置业 年底抓进最后一波买房 收入出大粗等等等等 都没有出现 对吧好了那2023年那会出现哪几个大动作呢 四个方面的动作我们是需要关注的 那重点关注这四个方面都是呢 在我们前段时间的这个工作会议上提到的 关于扩大内需的这个发展上面所提到的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呢 就是要重新认识房地产的重要性 对吧我们之前说过 在2003年就曾经提到过 房地产已经成为了国民支柱产业 那么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房地产 是我们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好了那我们就说房地产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20年我们的城市建设 我们的工作就业 我们整体的城市化率 以及我们房价的台生 都离不开房地产的全面发展 我们的经济能够一路高歌猛进 也离不开房地产 为什么要说到重新认识房地产的重要性呢 那是因为在过去20年房地产也很重要 但是发展的速度过快 而且有一定的畸形发展 导致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那这些不和谐的声音 实际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 首先就是开发商无序的扩张 对吧过去20年疯狂的拿地拿地 现在呢有了三道红线 开发商觉得日子不好过了 是吧就恶意的降价 所以呢又出了限跌令 然后呢有的呢要饥饿营销 所以呢又出了限涨令 对吧这些都是房地产的畸形发展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房地产无序的发展 要在现在重新定义 变成健康的发展 发现没有 这个是不是和房住不炒的定义是一样 房住不炒的一个主基调 就是要让房地产健康平稳 长期的发展 那它关乎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民生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金融问题 我们说房地产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 在从事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比如说装修 比如说卖房子 比如说这个家具家电 比如说包工程 比如说钢筋水泥 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离不开房地产 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开发商拿地开始减少 销售面积减少 销售金额减少 这也就意味着楼市在停滞不前 这个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了 那还有第二点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怎么体现 大家都不买房子了 对吧 而且呢法拍房变多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呢房地产一直维持在 现在的一个状态 没有呢慢慢的前进 那这个呢我们要想经济要恢复 要发展 房地产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就要健康的发展 那其实呢在三年前就已经布局了 对吧 第一对这个开发商三道红线 对银行两道红线 对于炒房客 有限购限售限贷等等情况 不让你炒房子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楼市基本上是稳定了 2022年上半年出现了难尾楼的停贷事件 所以下半年有了保交楼 而且今年利率四年降 那么到了明年利率可能还会降 而且呢随着这个经济的恢复啊 我相信呢还是很多人愿意买房子 因为经过这两三年房地产的整体观念变了 不像以前啊 买房子就为了赚钱 就为了炒房子 我不住 我放在那以足养贷 现在这种局面看不到了 所以呢 刚需如果买房子 可以呢适当的考虑目前的房地产状况 还有第二点 就是房企的融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改变呢 因为这也是房地产 从之前的三高模式 转变未来的健康发展 以前开发商拿地随便拿 对吧 反正有钱 我不怕 有现金流 有这个银行的贷款 有老百姓买房的钱 还有呢民间融资 总之 我只要赶紧把房子建起来 赶紧卖掉 我又会获得大笔的资金 我又能够拿地 又能够建房子 一直循环不断 可是呢 他忽略了资深的债务问题 因为每个人借钱 都会有利息产生 对吧 三道红线一出 很多开发商傻眼了 甚至他的负债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百 也就是资不抵贷的情况下 可是房地产 又牵扯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牵扯到了老百姓 买房这个关键点 因为很多老百姓 攒了一辈子的钱 也许就买了这一套房子 可是却告诉 变成了难尾楼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够建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入住下来 那么扰难了民生 房地产就不可能 长期稳定的发展 那么在今年的年底 为什么会有金融十六条 那是因为在三年前 2020年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 前有调控 后有放松 那么能够保证 这个开发商健康平稳的运行 具体呢 就表现在楼市的三支界 分别呢 从这个信贷 债券 还有股权 这三个方面入手 从信贷方面呢 就是从银行方面和开发商合作 注入资金 第二呢 就是从这个债券方面 对吧 你可以买债券 然后呢 入局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相当于把钱给了开发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股权 那我们可以分股 等等等等 促成了这个房地产行业 和建筑行业的一些重组 让一些难兆的慢慢的消掉 那通过这个三支界呢 你也能够发现 其实呢 现在开发商的这个钱的缺口是很大的 金融16条的落地呢 就是为了让开发商不要倒 保住民生 那么从明年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开发商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同时开发商不会再玩过去的三高模式的 不会疯狂的拿地 也不会疯狂的囤土地 只是呢 有需要就拿 没有需要呢 就不拿 而当前我们的一个大环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化率 也已经放缓了 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拿地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难尾楼的几率就减少了很多 第三个方面的改变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未来买房子 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说有房住不炒的这个调控 对吧 炒房客没有了 有很多刚需呢 想买房子 结果发现呢 这个首付不够 对吧 即使呢 现在房价高位稳定 低首付出现了 可是呢 房子的总价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月还款的压力又增高了 还有呢 很多人有首付 可是呢 却买不起房子 因为他的收入不够 他买房子 这个每个月的贷款还不上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到未来房产买房的这个主力军 那就是呢 改善性住房的群体 为什么我要说这是主力军呢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目前还有很多城市 有这个限购限售限贷的情况存在 很多呢 这个想改善买房的群体呢 一直没有出手 受当地政策的影响 因为我们虽然说房住不吵 是一个大方向的调控 但是呢 具体到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产业发展 以及收入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的政策是阴沉失策 那么从明年开始 你会看到很多城市啊 我们说的城市呢 就是一些二线城市啊 这个强一线城市 他们的一些限购限售 限贷的一些情况会全面的放开 包括呢 还有更多的这个政策去扶持 比如说你买二套房的时候 对吧 如果呢 你的贷款还完了 你可以视为第一套房子 即使呢 你的贷款没还完 也可以呢 利率降低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情况 那么他们呢 可能会进行第二次购房 还有呢 为什么他们会购房呢 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劲的经济实力 要比中产阶级呢 要更强一点 因为呢 他们有这个改善方面的需求 所以呢 会造成这个楼市有一定的交易基数 那么还要讲到一点 如何能让改善型住房的群体 在市入市买房子呢 还是那句话 要恢复对楼市的信心 各种政策呢 要出现立竿见义的效果 或者说长期执行 要保持这个楼市的平稳 而不是呢 这个房价越涨越高 或者说房价呢 变成白菜价 这个呢 都对我们楼市的发展 以及我们整体楼市的交易量 是有很大影响的 还有呢 第四个方面的变化 就是房地产的模式变了 什么叫房地产的模式变了 那今年呢就提到了房住物潮租购并局 对吧 未来房子会多种多样性 那其实呢 还要分城市的问题 我们说的一二线城市房价 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未来房产的模式呢 会从四个方面来改变 第一方面呢 就是供需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三四线城市 已经不需要房子了 可是还在大量的建房子 因为人口在大量的流出啊 你建这么多房子 有什么用呢 所以在2022年 还有呢 2021年就提到过 不让县城无序的扩张 不让县城再建高楼 对吧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放缓城市化率 对吧 不要大规模的再建房子了 因为建了也成了空置房 好了 还有呢 我们这个一二线城市人口比较多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还是要多建一些房子啊 来吸引这个人群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该拿地的多拿地 不该拿的 就尽量少拿地 少建设 还有呢 从人口方面 人口呢 就是说啊 向大城市流动 那么这个时候 小城市的这个房价 就会维持一个稳定 不会呢 就是全面的流失 同时呢 这个三四线城市 也不能够光靠这个房地产 来发展当地的经济 也要呢 依靠自己的特色 来打造一些产业等等 还有呢 第三点 就是我们的城镇化 对吧 未来呢 会有更多的核村病症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白了 就跟人口有关 我们说我们的人口迁徙 是从农村啊 到县城 再到呢 三四线城市 再到一二线城市 那这个时候呢 农村的人口 在慢慢的减少 所以呢 核村病症 把人呢 往这个县城方面去引 这样呢 也能够满足县城 和三四线城市的 这个房价需求 那至于一二线城市呢 人口人满为患 那么房价呢 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 还有呢 第四个方面 就是我们要说到呢 这个城市群的问题 对吧 我们之前呢 在一期视频当中讲过 你不能让一个城市 一家独大 对吧 把周边的资源啊 人口啊 全部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以后 怎么办呢 如果出现了像 2019年武汉那样的疫情 那么对一个城市 对于生活在这个 城市的人口来讲 都是巨大的损失 经济上更是损失的 无可估量 未来在各个城市当中 会以城市群的群体来发展啊 比如我们上次这个视频当中 就讲到了 那整个湖北省呢 你不能够武汉一家独大 未来呢 要形成武汉啊 宜昌啊 襄阳这样的城市 对吧 它的一些城市群 带动周边的就业 而不是说呢 把人全部都送到武汉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房价分化严重 而且呢周边的发展是跟不上的 这是我们经济上面也不需要的 好了 如果你弄懂了以上的房地产的四个变化 在2023年买房子的时候 你多留意一下 这些变化可能对你买房子 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节目再见 拜拜